能让王思聪化身为舔狗的除了孙一宁就是居静一了 2015年王思聪转发了居静一的微博 并配文作得要死引发了网友热议 并且在王思聪的辱骂名单中 他对居静一无疑是最长情的 从第一次喷他做作以来 但凡居静一的黑料登上热搜 王思聪必然会点赞 居静一在娱乐圈中并不算是特别出名的艺人 为何王思聪总要咬着他不放 其实早在SNH48出道之前 王思聪就和居静一有过互动 不仅关注了他的社交账号 还多次点赞他的微博 但在王校长多次示好后 却久久没有得到居静一的回复 甚至理都没理一下 于是王思聪就恼羞成怒 在自己生日当天 邀请了SNH48的成员到家里来扮演兔女郎 但是作为重点邀请的居静一 却直接拒绝出席 但事实证明他的选择是正确的 就在成员们回家之后 王思聪发了一条极其低俗的微博 把好端端的一次商业合作 营造成了非法聚会 SNH48的成员何小玉气不过 直接用狗来内涵王思聪 这一举动也彻底激怒了王思聪 但他枪口对准的 却是拒绝参与其中的居静一 从那开始 王思聪就变成了居静一最大的黑粉 但是此种行为却被网友认为 这是王思聪爱而不得 得不到就毁掉的表现 面对各种猜测 王思聪也曾多次回应此事 但都堵不住网友的嘴 或许是为了证明自己的眼光 王思聪点赞了一段早期居静一 参加选秀时的视频 视频中的女生与现在的居静一 判入两人 加上王思聪的介入 众人纷纷觉得 居静一是个全身都假的整容怪 所以那段时间的居静一 可谓是有苦说不出 而国民老公与四千年美女的梁子 也正式结下 但这一切仅仅是他全网黑的催化剂 真正让他在嘲讽中无法翻身 还得是他张口就来 满嘴谎言的扫扫作 精精夜夜营业从不炒作CP 却依旧被全网嘲讽 居静一究竟做了多少迷惑行为 当居静一参加青春怀游记时 贾玲直接表示 面对这种嘲讽 居静一依然能够泰然处之 同样在2020年的时候 居静一参加大热综艺 我要这样生活 主要记录艺人的真实生活为主 但居静一似乎不使人间烟火 一大早起床就是全装出镜 连眼皮上彩色的眼影都看得一清二楚 不过过分的是字幕上写的却是清新素颜 为此可没少被网友嘲讽 而她的做作还不止这一方面 在吃早饭期间 居静一一口面包搅了33下 还登上了热搜 等到事情闹得沸沸扬扬 她才出来回应当时是放空状态 究竟搅了多少下 她自己也不知道 为了证实自己的话 居静一还原了当时的场景 但是这一次更让人出乎意料的是 这一次竟夸张到搅了84下 而且在吞咽的时候还表现得很艰难 除此之外 居静一还给自己凹了一个不会做饭的人设 自称从未下过厨 似乎为了证实自己所说的真实性 在节目中面对菜刀 她一脸无助恐惧 到了炒菜环节 更是害怕到双手背起 结果却被扒出 无论是在朋友倾听好 还是在更早的游泳先生 居静一都曾下过厨房 甚至还是一副刀法利落 有刃有余的样子 不得不说居静一真是一个演技派 除去这些行为 居静一本身还是一个矛盾体 面对众人询问四千年美女这称号时 居静一不仅表现得无辜 甚至声称不知道 这也导致了网友越来越不满 而居静一这些黑评论 有一半是来自她做的团队 不是所有明显的妆容 都能被美妆博主轻易解析 2020年一位名叫花椰菜大王的博主 在网上爆出 自己因为解析居静一妆容 而被告上法庭 洋洋洒洒的一篇小作文 一瞬间引起渲染大波 事情的起因还要从居静一 某次红毯造型说起 2019年居静一曾凭借一席 复古风造型 以及一个绝美妆容 成功俘获众人眼球 于是花椰菜大王 本着为众人传授变美技巧的原则 发了一篇名叫 居静一炉顶发型 操作指南的博文 其中她细细分析了 居静一妆容的独到之处 在于她有一头蓬松的头发 为了让粉丝更直观地看到发型的重要性 花椰菜大王将其中一张照片 稍微做了一些改动 只是对头发动了手 并没有对脸部做出任何改变 但是没想到居静一方 却以侵犯肖像权为由 讲起告上了法庭 一审失败后不服的居静一团队 又开始了二审的较量 结果还是花椰菜获胜 此事件才匆匆收场 其实该事件主要原因 还是居静一所在公司运营不当 因为紧接着 花椰菜大王又发文称 最令人无语的是居静一公司的公关操作 试想一下 即使居静一有非常重的偶像包袱 也不可能荒唐到 因为一篇简单的短文将博主告到法庭 毕竟自居静一出道以来 她除了众人给她自造的黑点 还真没有不礼貌的行为 并且她把别人对她的恶意 全都转化为她对自己的自律 出道八年 不仅林绯闻身材管理更是严格 极少出现形象崩坏 业务能力达标 舞台表现全都呈现最好状态 所以与其与别人争论妆容 不如好好营销好自己艺人的形象